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获准在明天季15号起恢复营业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换个焦点 下拉月第一个5G测试台 今天在下拉月卓越技术中心顺利举行推展 这也是下拉月迈向数码经济转型的其中一项举措 根据后冠病计划 沙政府将把重点凿重在数码经济 以及环境可持续性翻向前进 直到2030年 如今该测试台的设立和有关计划 亦成目标一致 这项推展也今早由杀手掌台的Badigi Avanjo Hari主持 并通过视讯方式和合作伙伴签署合作一项书 适应新常态 同时推展的还有华为进阶训练课程 卓越中心实验室和扩增虚拟实境训练课程 接着关注法庭新闻 被英媒太阳报揭露涉及黑市器官买卖的本地男子 昨天向警方自首后 今天被警方押上法庭 申请延扣7天注查或批准 扩押期直至本月21号 古静推示庭助理注册官穆希迪 今天允准警方延扣嫌犯7天注查 警方是原以2007年反贩卖人口 及反犯怨与移民法令展开调查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